媽媽真的有點累 媽媽回想起你們小時候 你們都很有趣 媽媽真的很想休息 昨天資深的人女影在加拿大離世 享年七十歲 早年她移居溫哥華 之後淡出娛樂圈 據了解 前幾天她在家跌倒 但並沒有就醫 昨天早上有朋友嘗試聯絡她 但不成功 於是就登門拜訪 當時李影表示有點不舒服 朋友就幫忙報警 醫護人員到場幫她急救 可惜最後都是不治 不少圈中好友 得知這個消息都紛紛發文悼念 李影和前夫育有兩名女兒 她們都有在社交網站發文 證實媽媽的死訊 大女沈永廷寫道 多謝大家關心 好幸運能夠做你的女兒 下世約你再繼續這段緣分 而小女Vivian也有說到 我們下世再做母女 李影我愛你 和前夫離婚之後 李影獨力照顧兩個女兒 其中大女也跟隨媽媽的步伐 加入娛樂圈 在2004年參選港者入行 經過幾年發展之後 決定轉職空中服務員 李影參演過很多繪籍人口的劇集 1994年的青春劇集 阿Sir早晨 她和黃占分別飾演黎明的父母 劇中李影和占叔有不少吵架場口 作為兒子的黎明就是她們當中的和事佬 不要走 媽媽,你不會這麼傻的認老嗎? 我什麼都沒說過 幹嘛把我拉下水? 之後1995年 李影和鄭秀文 在劇集《親恩情未了》飾演舞女 Semi得知這個消息之後 也在社交網站發文悼念 回憶起當時的拍攝點滴 更加寫道 李影姐戲女戲愛 都是一個溫暖的母親 你媽媽小時候很喜歡畫蝴蝶 畫了也畫五隻的 媽 喂 對不起 李影近年也偶爾客串電視劇和電影 2020年她更回到TVB 參演流行經典五十年 你來 讓她 好好地去 到如今 連夜 我不能平時 懷念 懷念你 懷念從前 最重要是笑 經常開心 不要想不好的事 不好 經常都不行 記住 永遠都是可以的 永遠都是開心的 都會想不得 你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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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憶 你回憶 你回憶 你回憶